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还在台湾呢 稍后王定宇带来第一手的分析 当然我们透过Discovery在今年所播放的一个纪录片当中 要告诉官员朋友 连日清博士他今年90岁了 他们在过去透过连日清博士这样的展开人道救援的工作 事实上在很多的邦交国是十分的普遍 这个Discovery在这个纪录片当中 记录台湾连日清博士怎么样 从去年跟今年长期以来 在抗虐这个所谓的灭伍的行动当中 怎么展开圣多梅普林西比的一个行动 透过了副总统还登上Discovery频道当中进行肯定 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画面 我们稍后一一为您报道 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 所有的三光在全面启动 第一张的骨牌在倒下的同时 来自于上报 今天还有一个独家新闻 说我们的国安局长彭胜竹 采线的过程当中碰壁 他说下一个断交国 有没有可能外界去预测上报的分析报道 极有可能是蔡英文总统 下个月要出访的宁加拉瓜呢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中国对台的三光政策全面启动 同时费边曾经投诉到新台湾加油 他认为蔡英文总统希望 援手外交可以顺利进行 但是不得不妨 当年类似的查德效应 也就是出访之前的断交 果然出现这个情形 所以今天为您独家追踪的是 在2008之后 一方面来看 台湾现在所面临8年之后的形势 以及在2008之后 我们要为您独家解密 中国所展开一种 全面性控制方交国的经济活动 这一种掠夺式的经济活动 台湾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而我们要思考的是 我们要的是这种外交模式吗 当然在台北市长选战方面 今天姚立明老师 昨天透过他的交叉分析的数字里头 今天来到现场 他进一步帮我们分析 为了首都大战 柯文哲的危机跟挑战 包括他的转机的部分 因为近周刊 今天以大篇幅报道 丁守中金曝 当年输给连胜文的内幕 同时呛下2018不惜脱党来参选 这一项来自于交叉分析 新台湾国策智库所公布的 六都施政满意度当中 柯文哲满意度只有39.3 六都掉车尾的过程当中 我人说你凭什么继续来参选首都大战 民进党真的应该你让吗 民进党不让的状况之下 今天我们进一步思索了 是柯文哲该不该加入DPP 该不该加入民进党 加入民进党之后 对他的选情真的有帮助吗 包括今天在立法院的重头戏 当场委员会的主委 顾立党今天首度备巡了 不排除约谈 李前总统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好 最新的情势 为您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订阅介绍 民进党籍立法院王定宇 小军大家好 继续为您介绍 政治评论家汪洁明 大家好 前时报这关总编辑 吴国栋大哥 小军好 大家好 国会观察 基金委董事长姚立民老师 大家晚安 以及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委员杨伟中 主持 大家好 欢迎关键性立法委员 包括了钟嘉宾 大家好 观察朋友 先从早上九点钟 外交部的记者会来看起 蔡英文总统 今天也说话了 总统也约见我们几位相关的首长 也做了一些初步的一些因应的讨论 一期间邦交国从22个再减一枚 下的李大为半夜机构总统 关会议立刻启动 圣多美和英系立民主共和国 于民主105年 下日21日 决定终止 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我国四点遗憾 圣国无预警宣布弹交 对台投下震撼弹 外交部急撤圣国国旗 意识不满 年轻冬当马英九 2014年造访圣国时 直到50分钟 还让马英九专机在上空中盘旋 2011年马英九要出访 也被圣国总统放鸽子 傲慢态度早不是第一次 基于维护国家尊严 我国决定 自继续终止 与圣多美普京系立民主国的 外交关系 并且撤离大使馆 技术人员 以及停止 一切装备的合作计划 圣国师子大开口 要求台湾金元 高达2亿1500万美金 相当于台币64亿元 台湾巨富 圣国就转向中国靠拢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今天表示 我们注意到圣多美和 普雷基里政府 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 决定同台湾断绝 所谓外交关系 中方对此表示散赏 欢迎圣普回到 一个中国原则的 正确轨道上 圣多美他是有点蓄意欺骗 就是5号还跟你说 他要跟你继续谈 5年的计划 但是5号他还跟你讲说 他不会跟你断交吗 当然不会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会笨到 这种地步相信他呢 蓝伟红外交部有够笨 不过更担心在圣国之后 是不是会引爆断交潮 我国位于非洲的邦交国 史瓦基兰 富吉纳法索 以及中美洲的瓜地马拉 尼加拉瓜 巴拿马 都被点名邦交 岌岌可危 圣国游走中国和台湾 比我蔡英文 吞下一中政策 圣国是总统蔡英文 上任以来第一个断交的国家 眼看中国魔刀破破 不免让人担心 将会出现一连串 雪公式断交危机 好 我请教 是王定宇 真的有所谓的天文数字 而且是不止2.1亿美金 真的吗 我们现在看圣多美 圣多美跟普林斯比 其实是两个岛屿 是在西非的两个岛屿 他们人口不到20万 大概18万7千左右 这个国家50%的人 都在次平线 就非常贫穷以下 那以前是靠可可出口 现在是靠石油 但它石油的销售的量 事实上中国是它相当大的买家 这已经埋下一个伏笔 那他们过去跟台湾的交往 他们当时解放独立的 第一个邦交国是中国 后来转向跟台湾 在1997年5月6号建交 跟台湾建交之后 隔了两三个月 中国才跟他们断交 那我们建交之后 不管是在扁政府时期 阿扁总统 在2005年 有接见了他们的总统 马英九也一样 那在2012年的时候 马英九曾经有一个 叫做一个专案 他要飞到那边去 去拜访我们非洲的邦交国 独独那个时候 盛多美的总统 他说不方便接见 所以那个时候临时 已经飞到当地 所以这个事情 我不会用蓝绿来看 当时马英九总统 还去跟那个甘比亚总统 踢足球 可是盛多美那时候 该接待的总统 一直迟迟不肯接待 不接待的时候 事实上当年2014年左右 盛多美的总统 跑到上海去 盛多美的总理 也派人到中国去 所以在2013 12 13 14年 是盛多美游走两岸 最频繁的时候 那所以2014年 马英九拜访 他们的国会 也见到他们的总统等等 可是长久以来 我们跟他合作 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包括养猪发展计划 对不对 养猪啦 寄生虫啦 已经投入2012年到现在 投入500多万美元 我必须要跟 所有的纳税人讲 我现在能跟各位报告的是 非机密性 就非机密敏感资料的 养猪发展计划 还有一个粮食计划 还有长导寄生计划 我这边拿到的数字是 总共是1000 1000多万美金 1000多万美金差不多 这加起来的确是1000多万 两亿多的 养猪500多万 对对 长导寄生虫防治计划 125万美金 包括粮食发展计划 有400多万美金 这1000多万的美金呢 加上其他也不能公布的数字 我们台湾必须很自豪地说 我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阿兵哥 有种叫医疗替代医 我们把医疗替代医难 派到盛多美 我们把我们的农技团 派到盛多美 我们派老师去盛多美 我们帮他改良农业 我们帮他钻探 帮他做基础建设 甚至于我们今天断交 事实上在上上礼拜 12月8号 我们外交部跟盛多美 才在当地揭开了一个 数位落差合作的一个计划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最近看 这个盛多美的农业多工人中心 或者门诊中心医疗 李大为在9月3号 还专门去参加这一个 总统卡瓦刘的就职典礼 然后我们在那边还开华语班 这华语班搞不好 现在都跑到北京用了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 所谓的国庆酒会是今年的 最重要是这个 这是12月8号 我们跟他合作签了一个 数位机会中心 我们盖的第六座 第六座成立启用 这个月初 让他们孩子可以使用数位工具 数位平台做电脑的学习跟运用 他们有限的商务 可以利用这样来汇流 所以以一个朋友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说台湾对盛多美 普林西比是金钱外交 我个人我在外交委员会 看那么久 其实台湾在这边 人道民生物资 做得比金钱外交好太多了 那为什么我们外交部长 在9月3号要去那边 他们一直呈现固定 还去参加新总统的就职 12月8号 定米金钱产21号 等于13天前 我们还成立第六座 所谓的数位机会中心的 启用大座 启用前的12月5号 盛多美还跟我们谈 未来五年的合作计划 未来五年我们还要盖 第七座第八座 还有医院还有大学等等 都已经在谈计划 而且还提报一个 新任驻台大使的名单 要给我们审核 看起来不像要断交 那你说他蓄意欺骗 或者骂我们太笨 我们都接受 但我们在那边帮他们人民 解决了很多问题 我特别要讲到瘧疾这一块 像我们这个粮食安全 他们国家其实以前 粮食没有那么普及 我们先由他们育种改良 他们农舍 他们国家人民不多 大概我们台湾的一个区的人口 所以以我们的能量来帮助他 不到20万 大概18万多人口 就我们台湾半个立委选区的 这个规模 OK 所以在那边做了很多成果发表等等 从其中这个瘧疾 是当时马英九去参观的时候 去看我们的瘧疾防治顾问团 这个防治顾问团 我特别要提到连日清 在盛多美这个国家 有一个俗语 叫做一个人 五岁以前不配拥有名字 为什么 他们很多小朋友五岁以前 就得瘧疾死掉了 就过世了 所以他们在2003年的时候 他们的瘧疾占人口比例是50% 也就是这国家两个有一个在打摆子 得瘧疾 连日清博士自己飞 而且做经济上 连日清博士我认识他 是一个非常老绅士的 一个绅士型的学者 他飞到那边 指导他们怎么弄蚊子 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在2015年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盛多美他们的瘧疾降到只剩1% 也就是50%的瘧疾降到1% 都是我们国家协助他们的 所以事实上帮他们在这方面 做了很多的改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计划的相片 像这个 我们跟他们有个经济联席会议 然后每5年要检讨一次 合作帮助他们做什么事情 做基础的教育 对外扩展 那到今天为止 有44位盛多美的留学生 还在台湾读书 这44位有24个来学中文 另外大学部36个 硕士班7个 博士班一个 那多数都是拿我们教育部 全额的奖学金 另外教育部没有支付的 全额奖学金 全额到什么程度 学费都我们出了 学费通通我们出 那我们还有一些生活辅助 帮助这些所谓落后国家 发展他们的医疗 管理跟资讯 他来台湾常读的就是 管理医疗跟资讯 另外教育部没有补助的其他人 是由外交部 国合会的经费来支应 也就是我们协助盛多美 优秀的年轻一代 这些人几乎都是大官的小孩 而到刚才我还在确认 其中用国合会的经费 台湾国合会的经费 在台湾读书的有两位 其中一个是 现任总统卡瓦略的儿子 他这个儿子呢 读的是我们台湾政治大学 国立政治大学的资讯博士 而他在今年九月份就没注册 所以李大为也许那时候闻道不对劲 赶快飞去那边稳固邦交 这个部长 就是九月份他大概就没注册 准备休学 他是就读我们政大的资讯博士班 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 他女儿呢 还在就读我们阳明医学院的 医学硕士班 就学医疗 一个学资讯 一个学医疗 这两位都是现任总统的子女 所以九月之前 现任国家元首 盛多美的总统的儿子跟女儿 都还在台湾 现在还在 现在你说儿子九月份 因为他儿子娶台湾的小姐当太太 所以他没有 还生了小孩 没有注册 不代表他有离境 也许都还在台湾 那个没有注册 他还是娶了台湾的太太 娶台湾太太 他太太是台湾人 就是盛多美总统的儿子 是台湾女婿 而且生了儿子 那他的女儿在台湾也发展得不错 那这边生活环境也比较好 是 所以他们两个是在台湾 那我们 我是觉得 他之间的交往不要影响到孩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顾虑到他们安全 名字我们就不透露 但是他们使用台湾资源 在发展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交互动模式 就像尼加拉瓜 中南美洲的国家 很多人的医学学位 是在台湾学的 回到他们国家开业当医生 改善医疗环境 我们做的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外交广泛交友的一个方式 但是钱很现实 他们跟我们要求 两亿一千万美金 就在断交钱 这两个礼拜 你们给我两亿一千万 那台湾说我们要给你 但是我们要做这些基础建设 这些都要花钱 是 可是那种种就是两亿一千万美金 你两亿一千万美金 六十多亿的台币 六十四亿台币 你用十八万七千人来除 一个人可以拿多少 一千万也轻以上 一个人可以拿多少 未必人民会拿多少 未必都会到人民的手上 但是我们除除看 如果你六十四亿要花在 十八万人口的身上 一个人可以拿到多少 这是六十四亿新台币 六十四亿啊 所以你再加上他们的国民所得 事实上这种援助 如果每年给他的话 他国民干脆我们来养就好了 我是觉得外交要花钱 但我宁可花在瘧疾 医疗 人跟人的交往 是 那中国有介入的 当时他们财务发生困难 2014年总统到上海 是 跟最近这个卡拉瑞总统 也是一样 他们要求的金元 中国当然答应了他 是 答应了他之后 他们先主动宣布断交 那目前还没有跟中国建交 我们昨天晚上 申东美他的 是先宣布 宣布断交 我们凌晨四点得到消息 OK 那我今天特别问了 外交部的次长 是 那21个邦交国 我们从简佑新当部长以来 台湾对邦交国的分类 就分成三类 红灯 黄灯 绿灯 红灯非常紧急 黄灯有紧急状况 是 绿灯邦交稳固 OK 我说还有21国 用这三个灯来看 有几个国家在红灯 他说没有 没有 黄灯 他很成长 有一个国家 目前在黄灯的状态 原来我们有一个红灯 是 就叫盛多美 是 所以深多美红灯 他就离开了 那剩下的20国 是在绿灯的状态 但这一国黄灯的是 在哪一个国家 我特别点了欧洲 是 我们唯一的邦交国 教廷国 教廷 他说教廷国是在绿灯 也就是唯一 目前有危险状况的国家 不是在非洲 是 就是在中南美洲 那这个红灯 唯一呈现 现在目前为止 21个邦交国当中 唯一的有黄灯 黄灯的到底是在哪里 也是非洲 因为非洲剩下两个国家 对不对 之前很多人来猜 有人认为说 这个非洲的国家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非洲剩下布吉纳法所 跟史瓦纪兰 布吉纳法所跟史瓦纪兰 史瓦纪兰 我们台湾 特别我们台南的纺织业者 在那边开的厂 很多他们的人 都在当我们的纺织厂的员工 布吉纳法所目前 不晓得有没有危险 因为这个跟我们国家 交往很久 是 那比较常被猜测的是 因为今天也有说 蔡英文总统即将出访的 尼加拉瓜 也可能是下一个 宣布断交的国家 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 但是尼加拉瓜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尼加拉瓜特别的地方 就是尼加拉瓜的奥地加政权 不断的跟中国在交往 甚至于有一个合作计划 要用中国花钱 弄一个尼加拉瓜运河 也就是要跟巴拿马运河 竞赛的一个计划 所以在尼加拉瓜 跟中国的业务合作 政府之间的交流 尼加拉瓜确实比较密集 也就是为什么蔡英文总统 这次要特别选这边 要出访 我觉得我们的外交 面对了两个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逻辑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邦交国 我们要花多少代价来维系 还不要继续 第二个 产生问题的邦交国 我们是要放弃 改参加国际组织 还是说 我们要跟中国 做竞赛式的外交 所以这些需要不要 思考的问题 我请教的是伟中 费编投书到新台湾加油 当时面对台湾的外交的险境 尽管川普所突破了 一中的一个所谓的框架 在国际间 好不容易注意到 台湾的一个光芒 这个舞台的一个 确实的一个 现实性存在同时 费编曾经特别提到 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基调 与打压 所谓的挖光 挤光跟堵光的三光政策 从来没有修止过 对马总统如此 对蔡英文总统只会 变本加厉 绝对不会手软 特别在英川的历史性通话之后 2006年8月6号 苏贤昌院长代表陈总统 将启程前往非洲 参加友邦查德 得比 查德总统得比连任的就职大典 情思显示在当天 中国将与查德建交 与台湾断交 外交部在苏院长 启程的前22小时 也就是8月5号 提早宣布 台查断绝外交关系 那蔡英文总统呢 1月10号亲自率团 参加中美洲友邦 尼加拉瓜 尤其是总统奥地加的 连任就职大典 并且顺访其他三友邦 他特别提到 奥地加呢 从2007年 在任总统到现在 从未回访我国 这在外交惯例上 亦属罕见 祝福蔡总统第二次 元首外交 圆满成功 但也不能够不留意 2006年所发生 苏院长行遣的断交经验 我们看到今天 没有出现在他的 中美洲的四个国家 还没有出现在 宁加拉瓜 但是已经出现在 圣多美 来 你怎么看这个态势 国人怎么去认清 目前台湾的处境呢 韦中 我们把目标都摆在邦交国 但我必须讲 中国的对台湾的 外交的围堵封锁 或者是三光 其实不只是邦交国 那我先讲 当然针对圣多美 以及普林西比 绝对这是中国 现在在穿菜通话之后 针对一个中国的 这个国际宣传站也好 或实力的展现也好 就是他们展现 他机构的一个做法而已 之一 那后面会不会是 宁加拉瓜 这个我们没有人感知到 那刚才定语委员 讲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所谓宁加拉瓜 运河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中国用 中资的名义 用企业家 一个叫王靖 他组了一个公司 要去宁加拉瓜 号称五百亿美元 要五年的时间 贯通宁加拉瓜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所谓经济上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宁加拉瓜的奥地加总统 他是桑定阵线 他当年是革命成功 后来民选 那当然长期来讲 跟中国关系比较好 但是重点是 第一宁加拉瓜运河 到今天没有实质的进展 第二宁加拉瓜运河 会破坏当地的生态跟人权 包括造成很多移民的这些问题 所以在宁加拉瓜内部出现非常大的反弹 其实去年还有这个一万多人在当地反中游行 所以宁加拉瓜形势会怎么样 我们不能太乐观 但是我们也不用太过悲观 我们当然希望这件事情就是说 总统出访的时候被打脸 然后出现断交 这个当然没有人乐见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是 第一个 对于像圣多美这样子 如果是开天假的话 我想我们讨论没有任何 我想不会有太多人 理智清楚的会支持我们继续用金元 所谓的这种金钱外交方式跟他来进行 我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陈唐山 我们前外长的这个回忆录 他讲说当年格瑞纳达 跟我们断交之前的状况 格瑞纳达那个时候碰到严重的天灾 跟我们世子大开口 陈唐山部长去访问的时候 接见台湾人非常傲慢 然后完全不把我们当作一个国家来对待 那后来陈唐山回来见这个陈水扁总统 跟他讲说 为了我们下一代 为了我们国家尊严 我们不可能答应他用这种添加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 所以后来格瑞纳达跑去中国跟他建交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基本的这个都还是要守着住 那我再来讲说 什么叫做中国的这个围堵战略 大家可以去看到一下 穿菜热线之后 中国在各国做了一点串动作 比如说12月12号 梅克尔就说我支持一个中国 坚持一个中国 12月15号 王毅打电话给法国的外交部长 意思就是说请你讲这个一个中国 后来法国的外长在12月20号 在面对法国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 那昨天还有一个更新的消息 就是挪威 大家知道我们前一段来讨论说 我们那个外管要不要撤裁里面 有挪威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挪威跟中国 在什么时候出现外交的风波 这个刘晓波事件 刘晓波获得了那边的和平奖 那最近中国非常高调 因为挪威的外长跑去北京 然后他们宣布两国这个外交正常化 表面上是解决刘晓波这个问题 但是在挪威外长里面 也特别讲了一段话 就是说我们坚持一个中国 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这是中国花了非常大多的力气 在干这些事情 就是要赌这个一个中国 那大家也看到今天环球时报 针对这个圣诺美事情 他发表一个非常好笑 他意思说 当然他说这是只是开始 这个我们理解 他一定要打外交战 他说他最后恐吓我们说什么 他说台湾不要忘记 台湾要知道中国统一台湾的这个时间 已经开始 所以这个东西会持续加大 可是重点在于 第一台湾不能够被这个所谓的邦交国 一个个 坦白讲 我1971年出生 我们出生之后 我出生之后就退出联合国 那后来中美断交 后来沙奥地 阿博 韩国 我想现在这个是外交邦交国的少 我们遗憾 但是我们不能用金学外交来维持 那事实上 单一两个国家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多大的问题 重点在于 我们怎么发展实质的外交关系 这才是重点 大家去看我们的外交部的网页 他已经把我们有邦交国 跟没有邦交国的那个驻外 都统一在一起 为什么 就是说他现在不去分什么是邦交国 这个非邦交国 都是外管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主体立场 他跟我们有邦交 我们当然要维持这个关系 他跟我们没有邦交 我们要努力的发展实质关系 我们希望有些能够突破 那我们对内也称赞出 不管你是资物邦交国 我们都是大使 这是我们外交的一个主体性 我们本来就应该去思考说 我们如何善用资源 在对这些国际上主要国家 跟国际组织的参与 以及实质邦交上说 2.1亿美元 我们是要花在盛多美 还是花在参与国际公民社会 参与国际组织 以及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公共外交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战略上的思考 所以真的不需要被这个事情吓到 当然我们提醒政府 该注意的该注意 该努力的要努力 这个毫无疑问 非常谢谢 伟中第一株 这样的一个核心的 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 你知道今天在九点钟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一场记者会 在召开 你也看到两边的外交部 互相在 这个叫什么 一场博弈吗 我们的李大伟说 跟友邦交往 本于诚信互惠原则 在能力范围内尽全力协助 友邦发展 盛国政府因为财务缺口过大 台湾无法满足他的需求 罔顾两国近20年的邦誼 试图游说两岸 代价而沽 对盛国政府轻率不友好的决定 他深表遗憾 这个时候来自于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春莹 他是这么说 我们注意到 盛多美跟普林西比政府 当地时间20号所发表的声明 那决定同台湾断交 所谓的外交关系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欢迎盛普 欢迎盛多美跟普林西比 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 等于是说 我是等你断交之后 我现在不是马上宣布 说跟你进行建交 也不是来自于盛多美跟普林西比 他们当时正式宣布 跟中国也要同时要建交 所以我想请教是杨老师 我们看到台湾刚刚伟中所面临到一个 台湾必须要认清我们的事实 以国力来讲 非常好一句话 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 那我们的外交的政策里头 所展现的是什么 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如果这样的一个邦交国 一断再断 有可能非洲会不会下一个 怒吉纳瓦索跟史瓦基兰也没有了 剩下的21个邦交国当中 有人锁定接下来是可能是教廷 800人口来自欧洲的教廷 有人锁定他 有人认为下一个是包括谁 尼加拉瓜 事实上今天包括前外长胡志强是说 教廷很危险 然后下一个是巴拉玛 好我们看到这是巴拉玛 那今天上报的独家新闻是告诉我们 蔡英文即将出访的尼加拉瓜 他极有可能是下一个断交的一个对象 这样的一个情势 来姚老师 如果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官家 面对这样的情势恐怕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而说真的展现国力的延伸 需要展现到这样的一场又一场的 所谓的外交竞争吗 那杨老师您看到什么 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就是 有很多因素操之不在我 就是跟台湾没关 就像现在这个圣多美 网友称之为圣多美阿斯皮林 他之所以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 开口要两亿 美金 根本不可思议的 两亿美金几乎是他的全年生产毛额的 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我们帮他生产了八个月 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放 你知道不知道 如果换成我们国家 每个人所分到的钱 如果我们用这个项目 任何一个国家要这个钱 你知道要多少 我们三千两百万人口 差不多要要到一兆 两千三百五十万人口 就说九千七百多亿 你能不能想象 我们开口向个别的国家 要将近一兆的钱 换句话说 这个操支不在我们 这个操支在那个国家 他现在发生财务危机 他有些公务员 我的理解好像连薪水都发不出去 事实上是发了 因为他还是我们 我们还是尝试有少部分的援助 你要晓得 我们现在给这样子的国家 单单刚才定于 所讲的一个学生 我们一年就要花一两千万 一两千万 台币啊 每一个学生五十万 每一个学生五十万嘛 你差不多 刚刚讲多少 四五十个网 四五十个网 就两千万 就两千万了 我们光一个学生 我们不要讲什么农业了 我们不要讲这些很多的 花个一亿 每年这个至少的 可是 花不花多钱 要不要多花钱 有个很基本的原则嘛 今天不是在 不只是在跟中共对抗而已 我们要确定一点 我们付跟不付 那个利弊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想一想 不付 我知道有坏处 断交了 是 然后呢 那如果类似这么小地方的人口 包括人口这么小的国家 这么多都类似这种模式 跟台湾来展开这种金钱外交 我等一下买一个 等一下我来讲期了 是 你说不付我断交了 有的人说 哎呀 小个断交无所谓 为什么这么小的国家 还是有它的意义在呢 杨老师都是耶 对呀 都是小国家了 现在没有大国家 这一八四十万人口 获鲁一万 它有意义的就是因为 这个也一万 圣文森十六万 都是十几万的小国家 非常小 十万人口 所以你要想这些小国家的意义在哪 因为联合国是一人一票 是 我管你是两亿人口的 苏联美国也好等等 你不管哪个国家一人一票 所以我十几万人 我在联合国也一个声音 是 有机会为我们讲一句话罢了 这也算是一个好处 有当然非常好 当然有当然非常好 所以断交了 当然我们能付 我们就付了 可是重点是利弊衡量 如果这次真付了 你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永无止境地付下去 因为迟早有一天满足不了断交了 结果还是一样断交嘛 这个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 面对海盗也好 面对恐怖组织也好 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第一笔钱不能付 虽然私底下找有人去谈谈的 可是国家绝对不能说我愿意付 否则就没完没了 那我们的国民每一个人都危险 这就是一个利弊得失的衡量 所以这次的断交 超支不在我们 在于他们贪得无厌 我们几乎上亿的钱去支援他们 他们不感恩 长期这么多方面的去协助 连养猪 列文 医疗 所有的合作 我实在不愿意绝交缩恶员 非常彻头彻尾去做了 我实在不愿意绝交缩恶员 其实要这么多钱 有没有50% 30%是真的花在人民身上 我是问号的 还是花在总统还是什么权贵手上 是 可是我不愿意讲这个 我要讲说简直贪得无厌 给了你 我们帮助你那么多 我们帮助你的将来 中国也不过这样帮助你而已 他还能帮助你到什么程度 甘比亚建交断交建交 这个欧洲的这个叫什么 希腊上面这个叫做 教廷吗 皇帝干国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马其顿 马斯多尼亚 是是 当时完全一样 你现在看中国跟马其顿的状况 完全一样 马其顿常常在骂中国 就是没有履行当时的承诺 这不是白讲吗 这就表示当时未来要拉我们走 所以现在的承诺 他被骗昏了 被骗过嘛 他被骗昏了 中国很清楚知道 这些国家很容易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做法没有差 可是我必须要说 我们也不要惊慌 就算是骨牌 我也不认为二十几个 我就光讲教廷好了 我很讨厌每一次都有人讲教廷 是 这个显然不了解天主教的教会史 中国有一个原则 他在建交不能抛弃 叫一个中国 或者叫主权原则 谁都知道 可是教廷也有个主权原则 神权原则 你看看他有个主权 不是 他那个任命主教 是他在一千多年前 主教会议对于教宗来讲是上帝的命令 是 他不可能去违背的 是 他当年是花了多大的力量 贵格力一世 贵格力七世 我都不要讲这个历史 去征来他对主教的任命权 你打了多少战争 你认为他可以再给你中国一个国家 然后他就放着免戈 所以为什么我也认为教廷是个绿灯 是因为这个虽然也不涉及到说操制代务 也就是这个也是教廷要做全中国 可是我们知道这客观条件满足不了 是 所以价值是重要的 我们好几个国家他政党会轮替的 刚刚讲比较危险的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 连被编都认为尼加拉瓜 就是这个外交非常罕见 从2007一直到现在 这位国家元首一直没有回访过 他觉得要特别注意尼加拉瓜 所以杨老师您自己也觉得 对啊 这个有些文章 杨老师那个部分 我补充一个数字 是 圣多美普林西比跟台湾开架 在最近一年这三次 一次是在去年年底 总统大选前 然后第二次是在马英九还在当总统 但是下个月要交接钱 又开一次价 第三次就这一次 然后其中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我们在上两个月联合国开会员大会的时候 我们的邦交国帮我们发言说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我才十万人都进来了 他为什么不能进来 圣多美的总统那时候说 钱来我就帮你讲 钱不来我就不帮你讲 是 那个事情是确实发生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拒绝不能这样做 他也没有在联合国大会帮我们讲半句话 是 可是我们其他的二十一个邦交国家 我不能说每个都是冰清玉洁 但是我们很多国家的人民跟总统 是感谢说我们是跟着全面性的跟他做朋友 所以剩余的国家中国也在动手 尼加拉瓜他 我们台湾邀请他来访他拒绝 他的一个副外长跑到了澳门 去跟中国弄了一个拉丁美洲会议 确实有警讯 这个警讯需要国家元首做元首外交去稳固 是必要而且不得已 是 那黄灯是不是亮在尼加拉瓜 我打问号不见得 但是我们要体会我们两千三百万人 面对的外交困境是 中国用他 他自己国家求没有关系 他把他的钱用来一个一个挖我们的墙 在国际组织 ICAL Interpol这些大组织 不让我们参加 他只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瓦解民主自由的台湾 让你在国际上完全被看不见 是 所以我们要 要这样子我们在国际上 虽然都是现实的 但很多国家对民主跟自由这个价值 是国家信念 我们要用这信念去跟其他国家 做另外一类的接触 目前都有在进行中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困难上 我们比较难 不想看到是国内的政党 互相在涨风凉化 这时候要呈现一个团结的台湾 面对打压我们的中国 非常谢谢定宇 其实你知道说台湾 面对这种经济 中国呢 你如果说 中国有130个邦交国 对他来讲意义不大 但是呢 刚刚定宇提醒我一点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封杀台湾 他就成功了 他不管到每一个国家 我只要编 因为他的预算也不用经过所谓的民主机制 要通过 我会要扎多少钱是多少钱 我走去哪裡 国营事业也会跟着 但是呢 这是我们的外交模式吗 他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模式 已经全面在启动 所以呢 台湾要面临一个三光政策 挤出你的国际组织 然后赌呢 赌住国际组织 让你进不去 挖光 挖光你的邦交国 那是这种外交策略即使真的被挖光的话 台湾说真的 我们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实力比较重要 如果真的一个一个把你挖光光 台湾必须要认清这个事实 我们所做的邦交国 我们所做的是什么 我们是基于尊重当地国家的人道援助 中国好像不是 我要播放这一段 文子也能够做外交 你看到我们过去长期来跟我们邦交国 是怎么建立关系 连博士 因为来自于台湾的文子博士 连日清 他让世界卫生组织 把第一张 虐籍根除证书 颁给了台湾的抗虐工程之一 那么也让台湾这个抗虐 我们的经验受到国际的一个重视 博士呢 他已经是在这个虐籍盛行的 西非就是这个国家 圣多梅 普林西比呢 成功 他控制当地的虐籍 刚刚丁宇称秘提到 你知道 关键媒 这连博士 今年已经九十回了 他这几年都一直去 圣多梅 普林西比去进行展开 协助当地的一个抗虐的行动 灭文是非常非常难的 当丁宇有说 你知道当地那个虐籍之严重 孩子出息都不用好命 因为往往 因为肆虐的结果 不到五岁 他的生命就已经结束了 这就是文子博士连日清 你看到 我们所做的医疗 不管是各个方面 或者是来自于农业 甚至像养猪等等 我们基于的援助是什么 是人道援助 可是中国所展开的外交模式 是什么呢 是经济掠夺 经济掠夺 怎么掠夺呢 好 所以我们再怎么 讲到一个重点是 咱们其实台湾人重视 是人生命的重要 可是中国在乎的事情 是如何把你的资源 掠夺到中国 来壮大中国自己的财富 才是最重要的要件 我们有个国家 我们大家记得叫马拉威吧 对 马拉威国家 在1997年 2008年的时候 跟台湾断交 当时断交 它是跟我们将近有41年的 一个外交关系 为什么断交 因为中国砸了60亿美金 我们刚才谈什么2.1亿 中国是直接砸60亿美金 就是取得这个 那我们有 杨伟中 我们有这么多钱吗 60亿美金 是的 砸60亿美金 我们的外交预算 一年是242亿 对 台币 对 台币 但是台币 中国砸60亿美金给马拉威 那马拉威这个国家很大吗 在马拉威国家 其实只有1600万人口而已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但是毕竟在当时 台湾外交国家里面算人口多了 因为有1600万人口 好 其实我们跟它关系真的很好 因为它是当时坚决反对 共产主义的国家 那么我们在1960 你刚才成立邦交之后 他们第一任总统叫班达 班达就是反共到底 它隔壁像是坦上尼亚 跟上帝亚 都已经跟中国建交之后 它绝对不建交 而且还来跟我们当时蒋中正 还来台湾次数很高 那是因为他人的生命总是有限 21年后他走了 走完之后就换了 他接任的总统叫做莫鲁 莫鲁基本上 他还是一个坚持反共的一个总统 他也跟我们李登辉总统 也有关系 还不错 所以1995年 马拉威总统莫鲁访问台湾 跟当时的总统李登辉的合照 当时我们也提供他许多像农业 还有一些所谓的基础建设 还有包括一些医院的一些医疗 他们也感觉到台湾人非常重视 他们的生命 但是政权更替就来了一个新的人 这个人叫做莫泰家 莫泰家一就任之后 就跟陈水扁总统开了一个口 在这里 他跟他讲什么 2005年1月份 就是跟陈前总统在中正纪念堂 接受军礼欢迎的场面 莫泰家 对 那是他 他开口什么 8.1亿美金 要三架飞机 对 那当时我们也给了 但是没想到这8.1亿美金 他做什么事情 在2017年9月的时候 他来台湾 左手跟陈水扁总统握手的时候 他自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党派 拿台湾这8.1亿美金 他回去自己成立一个党派 名字也巧 也叫民进党 好 他成立一个党 就是他们马拉威民进党 那是最可恶的事情 他左手 最可恶的事情 观众朋友在我们现场当中 包括有钟嘉宾 还有杨伟中 以及国会观察基金委总长 姚立明老师 在我们现场加入我们讨论 关键性的观点 听听看他怎么去分析 包括前时报这关总编辑 吴国栋大哥 还有立法院来自于 外交国防委员会 非常精辟的观点 刚刚王定宇已经点出 外交处境当中 必须面对的情势 包括王定宇刚刚也告诉我们 圣多梅 普林西比 你老师和男孩都在台湾 你老师又带到台湾 台湾小姐 台湾小姐做幕 你现在是演党一寸 等一下 订阅会仔细再告诉我们 来 杰敏继续来 不好意思 他左手跟我们陈总编了手 拿走我们8.1亿美金的时候 右边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做的事情是 立刻派他总理去上海 去跟中国谈所谓建交的事情 最可恶的事情在这边 而且一口气也要了 60亿美金的赞助 但是重点 这60亿美金是为他们老百姓 为了马拉威的百姓 还是为了他们总统的个人权利 都会好好谈 因为后来没多久 他敢为个人权利 没有错 因为后来没多久 其实马拉威 建交完之后 马拉威的人民上了街头 反中 奇怪一下 人家砸了60亿美金 到了马拉威 马拉威老百姓 为什么不去感谢中国 还要反中呢 我们一意解读 中国的掠夺模式 那么在2008年3月 他就跟胡锦涛 在人民大会堂见面 然后终于建交了 可是建交完之后 还是莫泰家 对不对 这位总统 就是左手拿了我们的钱 建立自己的政党 然后夺取最大政治权利之后 右边下个动作 就是跑去跟中国建交 取得这60亿美金 这个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OK 胡锦涛迎接莫泰家的一个场面 那么我们事实上 我们对这个国家 其实是真的用心良苦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你还是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 就是台北公园 这台北公园 为什么叫台北公园 是因为在1984年 拿台北的预算 把这边本来 原本是荒烟漫草 就看过去都是那种杂草的地方 盖了一个漂亮公园 那有一个中美 这是台湾出租的 替他贴公园 对 那不错耶 那这叫中马亭 也取中华民国跟马来西亚的 不 马拉威的这个名字 这个叫中马亭 是当时最美的一个公园 而且把附近的这个杂草 也都处理 要避免也是我们说的蚊子之类的 我们刚才讲的瘧疾 在这边是艾滋病 是很严重的 那因为他们艾滋病 真的严重到不得了 就是每年之后 每一年新增人口 有5万人得到艾滋病 那是小孩生出来 也有艾滋问题 那当然台湾人 台湾因为在艾滋病的研究 也算是蛮成功的 因此我们二话不说 在陈对美时代在2001年 就帮他们设了一个 叫马亭主的医院 而且提供了艾滋病 当时最新的肌围酒疗法 你知道那个画面是什么 早上起来来自四面八方的 因为他们唯一这么大的医院 是台湾做的 来自四面八方的 成千上百的人 手牵手到这个医院来看病 那里面有一个台湾最棒的医疗团 因为有些我们说 这是我们的医生 他们可能就是当兵的这个时间 他们是来这边服务的 所以这些人的英文是好的 而且从这些人知道要什么东西 所以那时候多少的这些艾滋病患者 说我可以得到好的医疗 至少他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好了 那么但是很抱歉 2008年1月份马拉威断交的时候 他们说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怎么办 跟我们断交了 对就是我们刚才讲 左手他就去 右手拿了8.1 那么中国 有机可行 那这个断交的时候 当时他们心都碎了 他问了一句话说 那以后我们这些艾滋病患 谁来救救我们 他问总统 但总统当然不在意 总统已经拿了60亿美金 因为后来他这位总统走了之后 只光在台银南非分号 台湾银行在南非分号 就有他存了3.8亿美金的政治现金 所以他到底拿了中国多少钱 不知道金额是无法可预知的 那他的总理拿了10亿美金 好了 那么现在这个状况是 什么状况呢 我们自己看 其实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觉得很难过 是一个国家 他为了自己个人利益 忘记他老百姓要什么 这是2017年12月建交 双边互设了这个就是大使馆 那么建交完的第一页是什么 他们去盖了一个五星级的大饭店 总共砸了27 相对台币是27亿台币 也就是那60亿美金的一小部分 27亿台币 这国家怎么很好 这国家是 是非洲里面两个赤坪以下的国家 所以人民住不到这种五星级饭店 当然住不到 所以盖给权贵 管理阶级是中国人 所以这个饭店虽然是 中国盖给了这个马拉威 但是管理阶级还是来自中国 资源还是来自中国 招待整个非洲各个国家领袖 到这边的话 这钱也是中国占走的 所以硬体土地是中国的 那么费用好像中国付 但是里面任何的一毛利润 所有利润中国全部拿走了 可是问题是当地老百姓 根本享受不到这个付利 他们赤坪以下 好 那对付赤坪你应该说 那我应该对他们很好 没错 事实上从2009年到2012年 他们真的替中国中兴跟华为 建立了3G的网络基地 他们很感动 但问题是 你买了做这个基地的时候 要不要买手机 手机要跟谁买 当然就是中兴跟华为 一支手机没有几块钱 可是1600万 一半人800万人买一买 中兴华为又赚走这笔钱 又是中国赚钱赚走了 对 所以基础建设是他们的 但钱又被中国赚走 这个还不够夸张 其实我们觉得最夸张的事情是 前面是所谓的中国的 这是国营企业 像中兴华为去掠夺 它掠夺到多细呢 连你店面小店面都是中国人 这里明显这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在后面 这是马拉威人 这边在做交易 但是他在旁边监督 到底这个钱 有没有确实进到他们的口袋里 所以他左手做基础建设 右手迈进大量廉价商品 所以涌入大量的中国的零售业者 开店在这个马拉威 所有的市集看得到 然后管理阶层 我中国自己来 你这些人都是新楼 我就庆当 那等于是殖民了啦 殖民了 没错 这董东大哥说道理 中国雇主付给马国 劳过一个月13美金 15月13块美金 然后政府规定的最低薪资 是20美金 他还违法雇用 但是当地的劳工变成是做最基层的 这种廉价劳工的工作 13块美金是多少 1块美金是30块台币 13块美金一个月也不过只有 360块台币给他们一个月 可是当地的工资至少 20块美金是600块台币 可是重点来了 你给这么微薄的钱的时候 他又用所谓的零售业者 把你这些微薄的钱再赚走 不断地剥削 所以在这个前几年 他们就老百姓就站在街头反中 可是其实让我们觉得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台湾花了这么多心思 照顾他人民建立这么好的一个医院院所 结果他派了医疗团来自陕西 连这些医生 连英文都听不懂 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决定至即日起 松址与马拉威共和国之外交关系 外交部在1月14号下午 收到马拉威通知与中国建交 外交部长黄志芳在出访途中 马上跟马拉威通电话 但大势已去 今天早上凌晨三更 我跟班达外交在电话中 我说1月3号 不在南非的时候 我们通电话 你跟我讲的话 你也几乎在了 那马拉威在过去这段时间 对我们 没有讲真话 甚至于对一个友邦 人家这么大的诚意 希望能够 今天不能来谈双边的合作 不做任何的回应 完全把我们蒙在湖里 我跟班达外交一样 我说这不是外交 这是欺骗 台湾与马拉威长达42年的外交关系 确定划下休止符 而且时机这么巧 就在陈总统前脚刚走 出发到中南美洲聘外交时 马拉威决定遗弃台湾 投上中国的怀抱 让我们觉得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台湾花了这么多心思 照顾他人民建立这么好的一个医院院所 结果他派了医疗团来自陕西 连这些医生 连英文都听不懂 但是问题是他掠夺了这些资产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们中国最惯常的手法 就是他从美国大量赚了钱 我们这讲来真的心酸 这会很贺克林顿 我们真的要恨他 在克林顿还没有把中国 列为最优惠国家的时候 他的外汇储备 还没有台湾多 大概三四千亿美金 当他变成是最优惠国家的时候 他变成三兆美金 那这三兆美金到全世界去放钱 但放钱的原因是什么 是要把全世界的资源 把非洲的资源全部掠夺 你看到没有 他去做了油管 然后把这环境跟灾难 留给了这个查德 但是油被拿走了 然后一样道理 在苏丹也是这个状况 百分之六十石油拿到中国 污染留给苏丹 那么更夸张的事情是 当时他们替这个 吉内亚做了七十亿美金的贷款 但把吉内亚的这个矿业 当作这个贷款的单薄品 全部吸到中国 所以留下当地是已经废弃的矿工 不止如此 这几个国家通通都是这样 砸了高量的金额的钱 把你的贷款拿过来 但是他吸干抹净所有的矿业 把污染留在那个国家 他们根本不在乎人民的价值 他在乎的是 我左手有方交国 右手我把你的资源全部拿走 非常好 这种掠夺式的经济 来 我想请教的是国栋大哥 一个中国的这种外交模式 所展开的 如果以这种模式 把我们的邦交国 一个一个都挖走的同时 这样的邦交国我们还要吗 我们从客观现实方面 我们可以跟他拼吗 因为你看到这个外交模式 只有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公司 我走去哪里 我的国营事业 通通都跟着进行投资 所以今天联合晚报就讲了 联合晚报说台胜断交 台湾冒号 不敬逐金钱外交 的确 这样的外交模式 完全不是我们走的这种 民族国家的人道援助 来 国龙大哥怎么看 我相信没有一个台湾人同意 说政府你花64亿 去跟一个18万人口的国家 维持邦交 因为大家都清楚 这个就漏包子打国 那一段下去一期都没回 而且不是只有一次 下一次如果在申请路联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来投票赞成的时候 你是不是又要花一笔钱 你前面已经给他一次 他后面继续 关键时候 刚刚王定宇委爷已经跟我们讲 他每次开口要钱的都会对台湾的政级 掌握得非常准确 该什么时候开口跟你要钱 你会乖乖的户 他已经知道 所以表示说你用这种金钱外交 我今天是很同意外交部跟他断交 就是不要再用金钱外交 台湾不需要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有邦交国 这个国家18万人 他只不过跟我们建交才多久 19年嘛 将近20年 差不多20年 是 差不多立定位时代嘛 这带带的时间 过去我们花多少钱 我们不知道 这十八万的国家 为什么现在会再豪大 开始一步一步 当然是中国嘛 在后面 你想想看 他现在可以跟中国说 你看 他们这边拒绝你 这边要不要付 当然是中国一定会付给他的嘛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 刚刚各位都是比较正面 在谈这些断交的事情 我要说的是 因为我为什么今天早上九点钟 听外交部宣布说感触很深 因为以前我们报社 我们也曾经有一个非洲的参访团 到非洲去参加参观访问 当时非洲先生杨西坤 非洲大使 亲自接待我们 亲自帮我们解析 我们非洲的邦交国家怎么样 然后带我们参观 我们的农耕队 参观我们的医疗团 参观 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国家在非洲 是一片前景看好 因为有杨西坤大使在那里 非洲先生顶顶有名的 可是现在 王定领刚解释给我们看 已经剩下那两个小国了 所有非洲整片的整个 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那刚刚晓芊你也讲得很好 我们都是以人道出发 从杨西坤大使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这样子 以人道出发 你需要农耕 我们帮你教你怎么种田 那连那个沙漠地区 都可以种水稻出来 然后我们给你医疗团队 给你概念 还教你怎么养猪 养猪 猪还是不只是技术 连猪都还是我们秘工给他 当时我们的外交政策对这种比较弱小的国家 是说你要吃鱼给你鱼 倒不如我教你钓鱼 对 结果现在其实变了 他们现在不要钓鱼 他们也不肯卸钓鱼 他要直接吃鱼 就是要你给他鱼 所以外交政策必须要改变 今天李泰伟的态度有气无力 让我一下感触说 外交政策已经从国民党 蒋介石时代一直到现在 必须调整了 中国那边不断在增加这些压力的时候 狼吞这个鼓宴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调整的话 我们怎么面对 你不能再跟我讲外交困境 大家讲这样 那外交到底什么 我们要做他做这种事情吗 他做的事情是不惜 我就盖个码头 我可能在当地成立一个货柜投资公司 然后我自己的人来控制所有的一切 而且我去掠夺市的经济 刚刚汪洁明谈得非常好 掠夺市经济里头 其实他没有造福当地的民众 可是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的邦交国 我们都是从民生经济 最贴近当地的百姓 所展开这种外交模式 我们要中国做这种事情 我们来 钟家宾来 我想到我一个做业务的朋友 就跟着中国做这种模式 我们要做这种事吗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一个做业务的朋友 他说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但你不要扛我的价格 我的标准就是唯利是图 那我想用这样一个说法来看一下 台湾我们都觉得 我们台湾不会被认为是一个正常国家 因为我们交往的都很多不是正常国家 你现在看像圣多美这样的小国家 它在国际上生存不到20万的人口 它要凭借着什么样的条件 在国际中社会生存 它在当年成立独立的时候 它图的是什么 为了是什么独立 那我想中国一百七十几个邦交国 不差多一个圣多美 但是台湾只有22个邦交国 我们很在乎少一个邦交国 因为在这样的不正常的国际环境之下 台湾被迫我们按22个邦交国 一半以上都是人口大概十多万以下的 这种国家 那这些国家坦白说 他们在国际上 很多都是长期要依靠联合国 其他的国际组织来维持 他的医疗啦 他的粮食啦 他都是靠被援助的情况下产生的 那今次呢 我们看到了 在中国 比如说今天呢 圣多美 他跟中国叫建交 中国目前还没有跟他说要建交 他说我们注意到 圣多美回到一个正常的 一个中国的一个合理的地方 因为他当年呢 他是先在1975年独立的时候 他是先跟中国建交的 那么中国呢 欢迎你回来再找我 但是我还没有跟你签建交公报 那是什么条件促成了圣多美 他愿意接受中国的一个中国条件 先跟台湾断交 然后再跟你建交呢 中国在圣多美可以图的是什么呢 刚刚说的马拉威 的确 中国在很多非洲国家的交往 他其实是图的你有矿产 你有一些原油 或者说你有一个市场 但是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国家 中国图的是什么 图的就是要给台湾难看 他能够从圣多美这个国家身上 拿到什么吗 那他开价开得比2.1亿的美金 还要高 大于那个条件 难道又为了他国内有什么 可以让中国剥削的吗 没有啊 就这样让台湾难看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带于是像这样圣多美的国家 台湾不要再把自己绑架成人质 百姓一般的老百姓 包括网友怎么看这个事情 目前的发展呢 来 王定 网友大部分说 还好 谢谢 我们省了64亿新台部 不过这个事情我要讲深一点 就是我们除了开发新的朋友以外 原来发生什么事情 我现在再多讲一个人 你知道这个圣多美总统的女儿 现在在学中吗 她这学期有登记在阳明医学院读硕士 有 那她儿子这学期半休学 是在政大的博士班 驻台大使她老婆读名传 前驻台大使老婆在干嘛 都在台湾读书 那这个不是错误的策略 我们需要调整 这些国家 我们农业帮助她给她种苗 帮她改良 帮她防疫 给她租载 教她怎么养租长大 做副产品 我们帮她做基础建设 我给她医院 那时候陈思孟当台北市副市长的时候 台北市副市长他们去参观 就刚才讲台北市那个案子 这个国家需要什么 我们把我们中古的电脑器材什么 来协助他们现代化 给他们人民需要用的 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这些国家连派出来台湾 另外就交换学生 交换学生很多都回去 当他们的总统部长 更早之前 泰国现在没有邦交国 泰国的警察 全部都在我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 警察警政署长 是台湾的学生 他们的证券 银行的banker 都在台湾受训 为什么断交的时候 这个社会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就是说当盛多美的总统 这么紧密的关系 我吃饭你们台湾人帮我好多忙 我医疗 那个住家是台湾人拿药给我 我们那些部长的孩子 在台湾读书回去当官 为什么总统宣布断交的时候 这么多台湾的朋友 没有声音 连一点意见都没有 马拉威后来那个总统 2012年得病死掉了 他2007年说什么 好后悔 失去一个好朋友 然后一个骗人 骗婚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钱都没给我 后来我们才发现一个大问题 我们有邦交国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名称叫什么 我们叫中国 我们叫中国 我们叫Republical China 断交换的时候 对他人民来讲 他看到的PRC也是中国 所以他会 当地人民搞不清楚 我们讲 这叫共得做到忘了不起 就是他看到的是 这个中国来帮我 另外一个中国换了 要拿钱来 他觉得你们国家 好像是一个国家 也在跟我们非洲国家一样 在内战 是一个国家 民进党在执政之后 面对这样一个情势 如果中国对台的外交封锁 第一步现在已经转开 第一张骨牌已经倒下了 圣多美普利西比 已经宣布跟台湾断交 中国对台的三光政策 如果全面启动的同时 我们真的应该怎么去因应 不管是投过了医疗或科技 各方面的一个合作 跟农界合作 似乎完全不抵中国的介入 思考一下台湾的下一步 怎么去因应 当然今天现场 问你邀请到 包括中嘉宾 立法委员 包括了杨伟中 还有国会观察基金委 董事长杨立宏老师 前时报这关总编辑 吴国栋大哥汪洁明 还有带来精辟的观点 有民进党籍立法委员 中文籍立法委员 王定宇 在我们的现场 您知道吗 因为国安局长彭胜竹 彩线碰壁 所以现在的一般预料 是费编投书所讲的 下一个断交国 真的很可能是尼加拉瓜 真的是他吗 独家为你分析 中国所展开一连串 全面性控制邦交国的经济活动 台湾要做这种事情吗 我们要这种外交模式吗 当然当晚不要做 我们要是一个人道援助 这是一个符合 民主国家的一个价值 但是呢 接下来的报道当中 各位继续做分析 民进党要面对的 包括政权的稳定 原来说政权的稳定 包括了首都这一议 民进党该扮演什么角色 来看柯文哲 为了独家所掌握的消息 他会参选到底 但是他该不该加入民进党了 来看VCR 继续为你做分析 挑拨柯文哲跟小英的关系 这是我想这是一个热门题目 要大家相信加入民进党 绝对是假议题 蔡柯沟通更是没问题 柯文哲再三辟谣 偏偏放话的 就是民进党议员王世坚 我刚才讲那个入党 我那时候再受不了 我去问他要不要吞那个曲棍球 吞曲棍球这很莫名其妙 喜欢吞曲棍球 要吞他们去吞吧 他要他就告 那这件事情一定水落石出 这个是太明显的说谎造谣 接下汇齐用力挥舞 2017世大运在台北 市长柯文哲特地赴韩国观摩 开题目票价一并参考 最高定价8800元 市府退估可以进账6700万 iho是给汇族看的吗 我们最后需就在这个田径厂 等等的地方来举办的时候 没有办法达到国际级的场地跟水准 可是却要用国际级的票价 要人家买单 我觉得这些市民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 市大运是仅次奥运的国际赛事 去年韩国光州主办 最高票价折合台币9000元 类似的国际赛事 还有2009年的听奥 当时北市府定价最贵6000 市府因此草拟市大运最高8800 以发哗然 好 观众朋友 在我们现场当中 这几位关键性的来宾 这是我们把它整理 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有效样本 4739分 非常罕见 他们做的一个样本数是非常非常多 在12月13号到17号 等于是在8天前 那连续做了好几天的民调 所以样本数比较多 新台湾国策智库里头 所提供这些数字 这是我们昨天会整 姚立明老师在我们现场 把它交叉分析之后 姚立明老师所提供的分析里头 告诉我们说 从科文者的好感度41.9 但是满意度略降 39.3 不满意度又超越了满意度 自认为在科文者上任这两年来 整个施政有进步的 整体认为进步有35.6 可是我们看到 这是在郑文燦的数字方面 包括朱立伦的部分 包括菊妈的部分 包括赖审的部分 以及林嘉隆 他交叉分析之后 呈现一些非常有趣 尤其姚立明说 老师说这个好感度25.9 可是满意度将近六成 然后认为自认为有进步的 又61.7 所以这些数字到底凸显出什么呢 包括他的年轻族群 过去被认为一支独秀 遥遥领先 可是现在的数字里头 所显示的是 民进党的支持者当中 对他的满意度有56.5 来注意看 民进党支持者当中 对于科文者的部分 26.6是不满意的 有26.6等于将近三成了 所以我的问题来了 我们一张一张来看 也要告诉观众朋友 今天笔名过来人 投诉到新台湾加油 关心到首都这一 等一下告诉观众朋友 我先请教姚明老师 今天我们想问的是 昨天台北市都发局局长林中民 局长在我们的现场 那现在大家要看的是 科文哲到底会怎么打这场选战 如果他决定要参选到底的话 那杨老师 他会加入民进党吗 另外一个思考是 加入民进党对他选情有帮助吗 那杨老师怎么看 我先讲一下这个现在的规则 虽然民进党可以改 可是我就拿现在的民进党规则来讲 加入民进党跟不加入民进党 最重要的差别只是在现任 可不可以连任 优先被提名 就这么简单 那不加入民进党 民进党也可以办整合式民调 就像上一次 这一次也是可以的 这民进党内部自己做决定 加入民进党也是要做民调 所以换句话说殊途同归 最重要的是你民调能不能赢 假设民进党认为 有两三个人或者有两个人 我就不提名字啊 他民调内部的民调赢过柯文哲 我们叫对比式 那赢过柯文哲 那是不是非要让柯文哲去选 柯文哲也要这样想啊 万一我跟这位先生 譬如说我举例好了 叫姚文志好了 是 我就不讲书书患志 我也先不要讲其他各种可能的人 那假设姚文志 那柯文哲发觉做了民调 哇 对比式民调 假设丁守中或者是不管谁啊 做了对比式民调发觉 哇 姚文志赢我 那你觉得柯文哲 会不会去参加这个整个式民调 或者他会不会入党 这应该很清楚嘛 他知道他如果进去了 明显的输了三八十八 他就做了民调 他反倒没有参选的正当性 他干脆就不要参与你整合 他就自己参选 他就不跟你整合 整合完了 他就没有选举的正当性了 是 所以这个民调变得很重要 对不对 他自己要知道 我不管入不入党 我民调在民进党内初选可不可以赢 所以了 当时他为什么愿意参加整合式民调 他即便不入党 他只是希望民进党跟他做民调 所以他看到数字他会赢 他会赢 而且他赢很多 可是我请问各位 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他赢了多少 他跟姚文志最后一次民调 你们知道 你们不记得 我告诉你们 然后我现在告诉你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状况 他现在做回什么状况 这样讲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很关键 对不对 好不好 我告诉你上 新的数字又来了 因为本来民调数字可以反来复去各种算法 我算这个上 上次的民调 姚文志跟连胜文 3333只有小数点差别 几乎是打平 姚文志赢0点 我如果没记错 0.6 还是赢 赢了 就是33.7了 还多少 赢33.1 大概就这样 所以我用整数来讲 其实他还是赢 所以你会去 姚文志那个时候 讲说我参选也可以赢 可是你看看柯文哲 跟连胜文 42比28 你认为民进党会不会是 那就提名他赢定了 好了 那我请问你 这一个差别 这个叫平局 我就不要说别的 我们曾经看过另外一个人的民调 去跟连胜文 还会有一点点差别 这边还输一点点 OK 换句话说 一来一回差7% 对不对 如果今天有7%给连胜文 是 他就有35 他也变35 对不对 7%的来回就打平了 打平了 大家懂这个意思吧 这个7%后来 你知道这个结果 虽然领先14% 对 但是如果你被瓜分的7% 瓜分7%过来就打平了 OK 这个选举就是这样子嘛 对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42比28 后来的结果 跟选举结果差别多大 几乎没差 对 就是58比42 对 57就这么多 很准的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民调非常准的 你们有时候不要不相信民调 所以我先把这个 先讲到这里 是 好了 所以我当时就分析了 我就把今天的状况跟你讲 他赢在哪里 他赢杨文智在哪里 杨文智为什么跟连胜文 没有突出来 我相信 民进党的票都给了杨文智 他不会投连胜文吧 是 对不对 所以民进党没差嘛 对 所以那个33民进党稳了嘛 是 所以民进党基本上有33嘛 基本盘 基本盘嘛 对 多出来的如果扣掉 换句话说 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或者一些浅蓝的人过来的嘛 是 我们当时算过了 大概浅蓝的过来的 大概只有15到28 哦 28左右 所以其他 如果这样算就可以知道 原来差了9%里面 有6%来自于年轻人 好了 我现在跟你算一下啊 嗯 你刚才那个数字 嗯 当时他得到全部 9成5的年轻人支持 嗯 是 这个 我没有去算过 姚文智是不是一半一半 我现在当作一半一半 是 民进党 他当时柯文哲 现在42% 是拿了100%的民进党 你看到这个民票没有 嗯哼 这个民票 民进党现在对他满意的 只有多少 56.5 好 嗯 如果党内初选 民进党只投下来 56%是多少 原来全部给他 是 是 是42% 对 对 他只剩下56% 嗯哼 他换句话说 民进党支撑他台北市 全部的力量 只有23.5% 是 是 年轻人 我就算7% 当时赢的 全部灌在你身上 你最后的结果也只有30 三十 三十点五 三十点五 你自己看那个比例 嗯 如果对二十八还对三十 其实已经没差了 嗯 你的竞争力已经弱了 为什么 你连民进党的 嗯 实力都丢掉了 对 因为至少现在有将近三成 对他不满意 对他不满意 等到 我告诉你 这关键就在于初选了 各位不要觉得是大选 大选如果一组 我觉得这26.6的人 虽然不满意 票可能还是投给柯文哲 可是重点是初选 嗯哼 初选姚文志可以拿到民进党的票 嗯 柯文哲可以拿到民进党票 所以柯文哲跟姚文志在民进党票没有差 嗯 可是下一次是不是有差 是 这就重点来了 下一次初选的时候 王世坚 姚文志 今天不满北农的人 假设这个不满意的人不投给你 嗯 投给姚文志 有三成的人不给你 你当场的基础 你最重要的绿营基础 三十八没有了 嗯 就是扫掉了 扫掉了 我刚刚说了嘛 是 扫掉了大概将近就是六七八了嘛 嗯 好了 最重要的一块 就是年轻人这一块 是 你原来能够赢民进党 我跟尤其你能赢姚文志 你昨天说他剩下五十七点七 可是我记得他当时在选举的结果 他难过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年轻人 八十五啊 然后连胜五就百分之十五 没有错嘛 这个落差非常大 差别 姚文志跟他比年轻人也是一样啊 柯P认为说 郭文哲到目前为止 这个状况很差嘛 对啊 他说到目前为止 他年轻人还有六十五% 对啊 那没有错嘛 我们这个路段也没差多远嘛 六十六十五没差多远嘛 对不对 你如果搬到初选来讲 你看看 就这里 姚文志跟你初选 他青年人跟你打平 民进党他哪买 你认为初选 如果郑文燦跟你来 你认为谁会赢 你认为姚文志如果出马 他的年轻人票跟 对啊 很简单嘛 郑文燦可不可以拿到民进党的百分之百票 是 郑文燦可不可以拿一半的年轻人票 如果他们两倍 这可不可以 然后你用什么东西来赢 再初选 大选反正大家又要重算 好吧 就我先讲初选 你就不见得赢了嘛 那我们看看赖清德 他是不是输了 赖清德 百分之七十三的年轻人支持 那就很简单了嘛 请问赖清德拿得到 拿不到民进党全部的支持 可以 大概没有人会怀疑 是 他拿的年轻人又比你多三成 是 我请问你 你在初选就被淘汰了嘛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 所以你这告诉柯文哲说 你根本不能参加初选 不是 你就自己选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跟你说民调 说他没救了 不是 这个郑文燦你听好啊 你不要以为你在台北市会赢 你就跑来台北市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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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还分析 我单独可以分析郑文燦 没有 郭乐大哥你这样讲 赖清德 一定来算啊 赖清德不是跟我说 我两千空几十年 他可能就说 我这选总统有效啊 有希望啊 我怎么来选台北市政 我这样子讲的意思是说明 就是说今天 如果柯文哲有一些幕僚 给他的建议是说 不要怕 你一定选 一定可以选 你一定可以选 为什么 是因为民进党绝对不敢跟你 绝对不敢跟你 因为绿营没有分裂的本钱 分裂就这句话 对 然后就用这个来说 绿营不敢分裂 所以他一定让你 你就笃定慢慢地随便 我说这个笃很大啊 这个就笃很大了 因为绿营现在等着你 来赢国民党分裂啊 丁所忠拖打的不是两组吗 我就用这个民调来说明 这个建议多错误 因为啊 如果一年以后还是这样子啊 民进党要搞初选了 然后他看了民调 还是今天这个状况 不是大决定是一年之后 你就年轻人上不来吗 这个就不能问我了 因为这种东西是一个 你做好事情 是是 你就上来嘛 对对对 很简单 你大巨蛋 我讲个不够话 你大巨蛋晃的 全部解决掉 我跟你保证他 所有的民调都上来 这应该很清楚嘛 我就不要一一来讲政绩 昨年周明兄 应该也讲了很多 很努力想做的 可是是不是能做完 呈现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 只要他都做完 我们都不要管这些民调 只要他2018之前 事丹营办得不错 2018之前大巨蛋完工 对啊 这基本来就是基础嘛 政绩就是为什么 现在民进党有25%的人不满意 你很简单 否则 你当时民进党的人 多支持他呀 我自己帮他选的时候 我几乎都不能相信 我每次都快忘记 他是无党无派的 因为那个民进党的人 比拼自己的那个议员还拼 在帮他忙 好了 我先不要讲选后感恩不感恩 我只问 柯文哲你现在能不能拿到 第一民进党全部人的立体 这是你将来选举的基础 因为你上次我必须说 你赢25万票 第一个基础民进党全力支持你 没有跑一票 是 第二 全部的年轻人出来等你 几乎挺到了快九成 就这两个因素 我今天用民调来分析 你就知道 如果下次民进党还看到这个民调 不要讲蔡英文看到 姚文志看到他也不能服气说 你怎么可以让呢 我们来跟他做一个民调 他就算不参加 我民调如果赢他 我下去选 请问民进党会不会归队 这第一个问题 三组选 民进党民调明明赢了 柯文哲还值一三选 你认为民进党会不会集中 那他有拒绝 杨老师 他有拒绝参加民进党党内初选的可能性吗 我不知道 现在我都不讲 我这些都不讲 他当然必须要去遵守游戏规则 你上一次就遵守了 人家让人 否则他选举没有正当性 所以我讲最后一句话 我这样讲 我最后一句话 柯文哲要清楚知道 第一 操制在他的只有一样事情 他好好把市场干好 政绩做出来 民调会改变 我们就不要这样分析了 第二 按制度 包括国民党 按制度 你能够做好 你才有机会参选连任 不是你主观意愿要参选 就一定参选得了 这一点不要随便听信别的幕僚的建议 我很大胆的这样讲 你要有把握初选赢 我认为你连任没有问题 初选不赢 连任不要谈 来 韦中有一个思考逻辑 来 韦中跟嘉宾团帮我们做分析 现在思考逻辑是这样 如果绿营分裂的话 民进党一组人 那柯文哲也参选到底的话 那他们认为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绿营的首都一定是沦陷嘛 那甚至你2018首都沦陷之后 2020的蔡英文的连任之路更加坎坷 更加困难了 那这个大前提的状况之下是国民党就是一组人嘛 可是因为现在的变数 刚才首都有些人出来算是不是 来我们看靖周刊 靖周刊今天做一个 北市长初选若不公 丁守中呛脱党参选 我们昨天已经把这个消息po出来了 可是呢他这里面提到说 我跟你讲我一句话插嘴 对 所以国民党也变两组 我跟你讲如果丁守中真的脱党参选 那就是柯P的噩梦 为什么 国民党有两组 民进党不可能不办初选 这个就白话我讲 如果柯P恩是要参选 那就四人选 柯P一定结果不会很好 如果柯P恩是要参选 那就四人选 柯P一定结果不会很好 所以丁守中 如果国民党两组人选 绝对是柯P恩 那杨老师你的意思是 民进党有可能不办初选 直接就征召 不是 要民调他赢嘛 民调他赢 还是要看民调嘛 就是民调 我不相信民进党不做民调 就随别人去选 这样讲好了 他一定要做个民调 你还不错 而且你还有机会赢 我一定就让你嘛 很简单嘛 如果有一个人赖清德赢很大 就跟你要问字一样 赖清德赢很大 柯P赢一点点 你认为民调会这么做 问题他没意愿啊 他要选2020 那是另外 我们有客观因素跟主观因素先放议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民进党的考虑 这个前两位委员来打了 可是我很难想象 有人能赢 他放的不要给别人 或者有人他可以赢 然后就不让他选 这都不可能 这是制度性的考虑 来来来来 嘉宾来 2014年民进党在思考台北市市长这个布局的时候 首要考量是不要让国民党赢了2014的台北市长 因为2016民进党要选总统 如果2014的市长只要不是蓝赢的 那民进党在台北市的机会就有了 所以当选的是不是民进党是其次 第二个 那时候科匹是新人 姚文治已经有历练了 那这时候他们做了民调 为什么民进党后来会决定支持科匹 是因为他们在民进党 两者在民党内的支持度都是可以到极限 但是科匹比姚文治胜出的是拿得到中间的选票 刚刚姚老师也说明了 是因为你拿得到中间的选票 所以你才有可能阻却国民党的当选 那姚文治没有办法阻却国民党的当选 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毅然决然地让科匹支持科匹 全日支持科匹 好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不过这句话也要替姚文治讲话 姚文治不一定没有能力阻却国民党 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 在那个时候是三三对三三的时候 你看到的科匹是48比29的时候 你当然觉得说那科匹最好胜算最高 所以事后我们看到了 但是刚刚我们老师在分析民调的时候 有两个事情我们把它搞清楚 满意度叫做施政满意度 是你当市长我对你的满意度 还有一个好感度 好感度目前科匹还很高 文产不到三成 正文产不到三成 科匹还五十几 那这里是什么呢 好感度在是新人的时候 我们好感度很重要 因为新人没有政绩嘛 所以好感度越高的人 我越好包装越好行销 可是相对的执政者 已经在任者呢 他的重要的是 他的政绩如果不好 如果有人好感度比大家 那就有人会挑战成功 那现在科匹已经不是新人了 他是执政的市长 今天反过来说 如果国民党有一个人 是新人 他的好感度呢很高 而科匹的满意度不高 这个时候 国民党就有机会把台北市拿回来 那要问的是说 国民党有没有这样的人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双方啊 深蓝跟深绿啊 都没有一个分裂的本钱 两边都会含泪投票 今天说如果为了不让国民党拿回台北市 科匹大家对他有意见 大律这边呢 搞不好还是会有人含泪投票 为了不让国民党拿回台北市 相对的蓝也是一样 为了要拿回台北市 是 不可能而分裂 如果说 为什么丁守中的态度那么重要 如果丁守中一旦挑党参选 国民党已经分裂了 没有人可以背负这样的一个 民党这边 既然国民党已经分裂了 那今天呢就是谁有胜算的问题 民党没有在背负啊 跟科匹决裂 有分裂的这个大律的这个包裹的情况之下 那很可能就是各自政党归队 大家政党对政党来对选 所以我是觉得呢 这几个部分 好感度不是先任的要看的 要看的是施政满意度 第二个 未来的台北市场选举当中 两党的互动 有没有分裂的情况之下 会牵动了两党各自的提名策略 是 这个好感度 因为他是略胜于蔡英文总统 他是41.9 蔡英文40.4 可是你如果看那个民进党 你说哪个人好感度没比他高 我这个最急 文灿比较急 这几个都才比他前面 就是文灿 那个只有郑文灿 怎么会只有二十几 几乎跟国民党的人差不多了 对对对 这是下面的 可是郑文灿你知道施政 他满意度很高 我看郑文灿最奇怪 好感度不是很高 但是满意度 所以连任没问题 所以他连任没问题 为什么 我告诉你最重要还有两个数字 要跟他比 一个叫施政满意度 对 他居然可以快到六成 我只有两成五的人喜欢你 可是我不喜欢你的人 我也认为你做得很好 这个一个 这这了不起啊 第二个 对 叫进步度 对 我不喜欢你 我六十一的人认为 可是我认为你现在做的并且好 也有六成五 没错 那你说郑文灿怎么不连任呢 这个很明显的 来的说什么 老师我讲一下不一样的看法 是 上次有一个人 是这满意度七成 连任的时候失败 那个人叫陈水扁 陈水扁 我跟郑文灿从小认识到现在 我还要把文灿来提醒 他做得不错 因为他的满意度高 进步率高 对 可是选民说 我不喜欢你 对 这个时候就有危机 你知道 这时候如果一张白纸 可以吸到这个看好度的 满意度的时候 所以郑文灿等于在做苦工被肯定 选举能不能因为做苦工被肯定 前面有前居之鉴 第二个 柯文泽刚刚一直在用满意度 看好度 来分析柯文泽巴陆党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政治还是要有一些信念 跟理念在里面 对 我用黄珊珊做例子 上一次在内户南港 黄珊珊一定会当选的 民进党没有提人 请大家支持亲民党的黄珊珊 对 然后国民党是李燕秀 国民党那时候等到岁月时 怎么算黄珊珊怎么会不上呢 是 他就没有选上 原因在哪里 一方面亲民党跟民进党的政党的光谱里面 有一点距离以外 在选举前发生一件事情 叫做年终未问金 年终未问金的时候 黄珊珊投了 柯文泽 赞成那一边 而不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认为 已经退休了 不应该再领年终奖金的 这一边 所以他票吃不进去 哪怕里让了 还是落选 今天柯文泽要思考 是在 我对柯文泽 我觉得民调会起起伏伏 但柯文泽的信念的问题 当你夸赞韩国瑜的时候 你离谁比较近 离谁比较远 当你北富邦银行的读董 这样 我真的不想用仇用这两个字 你用了那个人的先生的时候 你离谁比较近 离谁比较远 纵使民进党在台北市 完全不提名支持你 选民是人 富邦赌总用了谁的先生 用了号称民养港亲戚的 亲戚的先生 因为北农的董事长没拿到 我们就弄个赌董给他做做吧 这个是违反了很多 我们基本信念 当你违反基本信念的时候 我比较提醒所有政治人物 参民不是吉利 选民是一个人 他会有感觉的 所以我用黄珊珊做例子来看 与其去计算这些看好或不看好 不如 柯文哲你静下想想看 你站在这个坐标上 离谁比较远 离谁比较近 我现在讲一个 讲一个故事来接了他的话 是是 昨天柯文哲也讲 所谓的信仰理念的问题 他一直坚持下去 那有特别国民党做民调的人 帮他做民调 他大概赢了三到五个% 没有问题 做了三次 那就建议他有两件事情不能做 一定要非常小心 结果他输了 我大概没有人做过选后民调 我做了选后民调 黄珊珊输的原因跟刚才王定律讲的一模一样 他是用价值 我告诉你 选后民调非常清楚 他的民进党的票只拿了七成一 对 进不去 这个跟林长佐 这个跟那个黄国昌完全不一样 如果他们也只拿七成 因为都是国民 民进党没有提名的选区 就是民进党的人为什么不投你 我当然没有进一步问 为什么不投你 可是刚才定语说是价值嘛 有一些人才投不下去 我没有办法 是 可是选后民调是如此显示 是民进党的人当时没有投出来 这就没办法了 换句话说 民调他是告诉你 你的政治行为的大方向 是个趋势 没有人要吓人或者要怎么样 可是要非常清楚告诉你 选民的心理期待 你如果不符合 很简单他又离你而去 没错 真的非常清楚 是 来 韦中 我觉得我要问柯文哲一个问题 就是他上来的时候是新政治 是白色力量 那他的选民里面 的确有一部分是 很重要一部分是中间跟浅蓝的这个部分 可是你会现在去看民调 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个状况 你去看他跟郑文灿的重大的比较 郑文灿是有58.6%的国民党的支持者 认为你的市政是进步的 郑文灿的满意度 各种党籍从不表态 中间选民到国民党 全部认为郑文灿是进步的 可是郑文灿有没有用韩国瑜 郑文灿有没有任命错误的读懂 没有 柯文哲用了第一批 他用了一批蓝营的 我没有意见你要扩大 可是我觉得他有点迷信 我找一些拦了投人来 我甚至用到了韩国瑜 我甚至在市议会质询的时候 我站在韩国瑜的这一边 然后当韩国瑜跟王世坚 在对抗的时候 他是笑嘻嘻站在这里 这个给选民什么感受 可是你这样的结果 你绿营的 这样的 你国民党的票 你自己去看民调 国民党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你没有进步 你退步 而且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是给 柯文灿最后的机会 中间选民有四成的人 认为你的市政差不多 有两成觉得你退步 有两成觉得你进步 有四成 大多数中间选民觉得 市政没有什么改变 这个是很重大的危机 还是回那个问题 到底谁是柯文哲 对我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柯文哲 如果他能够改革市政 他能够连任成功 可是当你跟一些不对的人 站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该做改革的这个刀的时候 你没有动下去的时候 或者是你没有展现你 处理问题的能力的时候 北农就是很清楚的意思 那他就会问一个问题 你还是当时的新政治吗 你还是当时的白色力量吗 你还能带来市政的改革吗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觉得我们不会发 郑文燦不会发生阿扁的那个问题 是因为国民党没有新的人面孔出来 国民党没有新的面孔出来 正好在桃园里面 调不出来 因为国民党开除了杨伟宗啊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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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 我不是讲实话 我不是开玩笑 这样的人开除叫怎么会有新的人 所以你认为真的可能 国民党会呈现两组参选的进行吗 现在就这样子 国民党从中央视 隐姓跟时职分裂嘛 现在所有的已经在 已经在时职分裂了 那到了明年党主席选局 那是更深刻的一次分裂 比如说为了提名曾明忠 或者是 这个分裂会不到地方 中常会参与国民党 ok 然后丁守中他已经呛瞎了 你知道丁守中这个报道里头 曾五度角逐市长的前立委丁守中说 过去二十多年 他多次角逐台北市长选举 曾数次在党内 顾全大局的压力下退出 未来他再也不会接受协调 更不会接受正二代代表 国民党出来参选 他只会参加公平公正的初选 如果输给制度 我会甘心退出 如果不然 我会不惜拖打参选 他放手一搏 对他来讲 这个最后一战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 我就想说 丁守中很讨厌我 但是我还帮他讲这个状况 如果那场2014选举 就是说如果是他 我想不会是这样 我想国民党内很多人很清楚是这个样 就是说不会是这么重大的差距 所以丁守中今天讲了要害了 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在找 连胜文这种人出来 那当然那就是没得玩 他当然是丁守中很认真 就是说他在准备 所以他选举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是 他是台大城乡所 是都市社会运动出来 跟国民党痛调不合 丁守中找他来 给他上课 讲这个市政规划怎么做 都根问题怎么解决 他就很认真在做这个准备 可是国民党高层几次都不喜欢他嘛 几次都不喜欢他 那我也认为洪秀柱也不会用他 那就看出他来讲 那洪秀柱 我跟你讲 我再讲 那洪秀柱 要是你这种洪秀柱在明年的520 角逐成为党主席的成功几率非常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胡志强也表态了 明天他们即将有所谓的军功教的一个 大型的造势活动 都要帮的是郝龙斌 胡志强也靠向了郝龙斌 郝龙斌假打的日本核灾食品的连树 这样一个张力持续在扩张的状况之下 合体反合时 郝胡结盟服台面 如果这股势力无法对抗洪秀柱 洪秀柱又有自己的人选的状况之下 那丁守中就一定参选了 反而是国民党蓝颖先出现 两组人马似乎是确定 是不是这样子 黏着际 一件事情的那个爆发热情的黏着际 柯批不是民进党 是 他为什么可以把民进党当时黏着起来 这是非常重要 大家要思考政治的选举的黏着际 不是坐在一起就黏在一起了 那些党员们 吴敦义 马英九怎么想法 或者黄复兴跟地方党部怎么想法 我先不要讲王金平 这些都是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一个黏着际在哪里 那个黏着际叫什么 那个黏着际就叫价值 这价值非常清楚 我跟你一国的 丁守中刚才讲的一句话 我现在就宣布他失败一半了 失败一半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他讲说如果不按照制度来 我就参选到底 这有错吗 当然有错了 因为他还在寄望国民党按照制度来 这句话 他请问他二十年的失败 我请问丁守中 丁守中跟我应该是用认的 更何况当时他初选你还记不记得 我是替他讲话的 当着连任 我认为只有他有机会 因为民调很明显嘛 可他不理我 我就跟他讲 国民党的初选制度不会公平嘛 你已经骗了四次了 还继续 那你现在还要讲说 如果公平我就如何 他不会 那你说洪秀柱会不会公平 我现在就直接问你 你是告诉我 他怎么公平法 他现在选党主席改了三样东西 他为了自选 所以呢 第一个黄复一要撐上去 第二个选的时间点要改 第三个那个选举办法 现在不给大家看 就说我连数的要多少 他不给大家看 三样东西都掌握在我手里 他们没有公平的选举制度 因为这个党不是民主政党 民主政党才有个 大家都有的一个规则 因为还没登场嘛 他总想说 你好歹这一次 他一定要先想好 对我有利的规则 我就这样改 以为那个叫规则 这不是的 所以如果民进党 还是跟国民党一样 科毕根本永远出不来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游戏规则在什么 是 这就是 丁手中 我现在就要提醒你 因为还有一年 我就要提醒你 你还在计划 如果制度公正 是 这怎么可能呢 你只有两个图定 让他制度公正 现在就宣布成有 是很期待蓝颖 两组出来选 不是 那科毕也就是这样 肯定绝对不是 是很期待蓝颖两组出来选 不是 那科毕也就是这样 肯定绝对不是 我跟你讲 有可能是绿营两组逼国民党两组出来 也有可能国民党两组逼的绿营两组出来 都有可能 那是最后四组的话 动机都不可以一样 算变成 老师 世俗出来选选 你要先确认科毕算不算绿营的 他现在定型在铁 所以先不要讲绿营 你这样讲 你这样讲 他跟你同心了 你都买杀了 我刚刚也算好朋友 他的调性要先确定下来 他跑去跟傅宽奇开了五党籍的会议 跟张荣卫弄了北农 我觉得那个调性我一直在提醒 过来人投诉到新台湾加油 他很显然 有很仔仔细细看我们这两天的讨论 有些民调显示科毕的不满意度 高于满意度 虽是警讯 但非不能连任 来我刚刚提到是逆转胜的经验 2003年 陈前总统的施政不满意度也很高 甚至想要换人换党 做看看的民意 一度超过五成 还有2004年总统大选 在连宋和国庆配成举之后 陈前总统的民调支持度 紧急对手的一半 党内同志更对选情 普遍心存悲观 经过半年的奋战 陈前总统终于迎头赶上 进入黄金交叉 甚至逆转胜一趴 科毕寻求市场连任 其胜选机会仍好过 2004年陈前总统的选情 科毕要坚定信心 重新立定施政方向与重点 修正领导统预 待人先待心的不足 善用台北是全国政经中心的 首善优势 把柄做大就不会计较小确信 引发民怨 前任留下来的大巨弹问题 云宜正面看待 在公安无语的大前提下 在连任投票前 完工启用就是重大政绩 世大运是国际体坛盛事 台湾地方中央政府与民间 因团结合作 全力经办成功 点亮台湾就是照亮连任之路 台北东区发展已经饱和 柯P引以为傲的西区门户 一定要让市民看到未来的荣景 原双子星旗舰大楼 也要能够重新出发 2018年与2020年大选 柯P不会缺席 与民进党携手合作 一定可以共创双赢 来 这个过来人对柯P还是期望很高 很高 所以还是这样子 其实这边文章就是他幕僚 党有说一句话 因为他的80%的捐款比数 都是在外省市 台北市以外 所以你说 如果没算放棋 不要把它框在台北市 不要给它跑出去 跑出去将来 那就乱起了 我跟你讲好不好 这一句话就来印证刚才 所有的话好 定语的话也好 或者嘉宾的都一样 就是这一篇 他自己幕僚写的文章 最后倒数第二句 因为我知道是谁 不是幕僚 我看这个文章 我就晓得是 大概是 你看最后第二句 你看最后两句 最后两句 这里 与民进党携手合作 一定可以创造双赢 对 这句话很简单 他还是 与民进党合作 可是定语刚刚讲 是 如果民进党 把孩子跟柯P合作 我这些民调都不算数嘛 对啦 这不就结论 变数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对 甚至更长 甚至逆转胜 有没有可能 来 非常谢谢各位 这个话题 我们持续要关注 明天晚上 同学生我们再会